12月31日,陈坤用道歉的语气发文《告别2020》 2020最后一天,我首先向2020这一年所抱怨过的、失望过的一切致歉 对曾经突发的、变化的、不可预计的情况和人包括自己致歉 同时,感谢这一年里曾经突发的、变化的、不可预计的人和事 帮助我在这变化和混乱里找到的在变化中的安全感 希望我自己保持这安全感走进2021 不管未来是怎样,心存感激,多做自行 据悉,今日郭静明、余正等人连接发文道歉,引发网友热议 陈坤突然发文致歉,粉丝都吓了一跳 纷纷评论,吓死我了,我一眼看到致歉